大家好,我是小河,欢迎大家观看QT入门视频教程第17节 这一节呢我们来继续了解一下模型仕图编程 在上面一节呢我们了解到了模型仕图编程它的三个优点 第一呢就是数据的处理和显示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然后这样的话性能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提高 然后是第二点一个模型可以映射多个视图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查看同一份数据 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个图片 首先呢最底层的是date也就是我们的数据 然后上面中间的是模型和数据直接打交道的 在模型上面然后就有很多的视图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视图来查看同 通不同的视图来查看同一份数据 视图和数据要打交道的话是要通过中间的模型 然后第三点就是如果底层的数据发生了改变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去处理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处理模型就可以了 因为模型是直接和数据打交道的 下面来看一个小的应用程序 关于模型视图的一个小的应用程序 这呢就是这个应用程序的运行界面 左边呢是一个TableView一个视图 右边呢也是一个TableViewTableView视图 然后呢他们是绑定了同一个Model也就是他们绑定了绑定到关注了同一个数据同一个数据元Date 下面呢我在这个位置输入一个字符串QT 然后呢在右边这个模型同样的位置也会出现相应的字符QT 比如说我换一个位置输入字符串模型视图变成回车 然后在左边呢左边的视图呢也会出现出现相同的字符字符串 这呢就是因为两个视图左右两个视图绑定了同一个模型 然后我们数据呢是通过模型来访问的 简单理解的话是可以理解简单的 理解可以啊 咱们可以把它当做数据是放在模型里面的 但实际呢不是这样的 这样想的话呢应该方便理解 这里比如说再来测试一下随便输入一点 然后在右边呢也会出现相同的字符串 然后这里有一个清空按钮就可以将两个视图的数据全部清除了 然后呢咱们就来自己动手写一下这个小的应用程序 加深一下对模型视图变成他的理解 首先呢打开集成开发环境Qt Creator 然后新建工程 模型 视图已经有了 Programming 也有了 Gram 那就叫MVC吧 现在MVC也有了 写过很多例子哈 我我现在也写过很多例子 MVCTest 也有啊 就像我写了这么多 那就叫MVD吧 这肯定没有 然后G类还是选择Q Widget 改下类名Model Vue 然后工程就创建到这里来 做界面 拖出我们需要用到的空间两个Label 然后最重要的两个视图 然后最重要的两个视图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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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ue 再来一个按钮吧 清空按钮Push Button 然后是布局 将Label 和Table 上下布局 最后呢 将两个 再来水平布局 最后再来垂直布局 这样呢 我们就将界面布局好了 然后来修改一下文字 这里呢 这里呢 就是 视图1 View Table View Table View 1 这个呢 是 Table View 2 这个呢 是 清除 按钮 它是清除数据 然后再来一个 Spacer吧 把这个按钮 顶一下 顶到左边去 但是好像这里是上下不去 加不上去 来打破一下布局 再来把Spacer加进来 加按钮和这一个弹簧水平布局 最后上下布局 这样呢 我们就将这一个按钮 将它限制在左边的这一块区域 来改一下空间的名字 Table View 按钮呢 就叫BTN Clear 界面的话就做到这里 然后是写代码 首先呢 我们要用到 模型 这里 我们就用 QStandard Item Model 定一个成员变量 然后实力化 6一个 这里呢我们构造函数里面就设置一下 没有弹出提示 我们就来看一下帮助文档 看一下它构造函数 我们用这一个指定它的行列 行呢我们就20行5列 下面 再来 设置什么呢 Header Harrant Header 也就是它的垂直的列标题 根据它构造函数根据它这里的提示 我们来写这个 这里呢 五个列标题 咱们这里就随便取 比如说姓名 班级 年龄 还有什么呢 想不出来啊 姓名班级 年龄 性别 再来个成绩吧 Grade 然后这个模型呢 我们就设置这么多 再来两个 仕途 将仕途和上面的模型绑定起来 TableView1 TableView1 也就是建立这个仕途和模型的关联 然后是第二个仕途 TableView2 SitModel 这里再来全屏显示 方便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来看一下效果 真的就是这个应用程序 它的显示要效果 这里不用全屏显示 因为它把最大最小画按钮已经隐藏了 咱们就修 max 最大化显示 也就是说它的标题呢 还在 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观察一下 这里呢五列 然后是 平均分布各列的宽度 然后最后一列最后一列是T边的 然后左边的是隔行变色 咱们就来做这几个设置 对第一个仕途 首先呢 隔行变色吧 这一个机口 然后参数它是处 也就是允许它隔行变色 再来 调整它的力的宽度 怎么调呢 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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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设置它 的一个伸缩的一个模式 这里我们看一下有哪些 有五种 我们选择 stretch这么一种 还是来看一下帮助文章吧 这一条 cd section resize model 然后有这么五种 我们选择这一种 stretch 拉伸 然后呢 是 设置 最后一列 t边 sit stretch last section 这么一个接口 true 然后对 第二个仕途做同样的设置 拷贝一下 这里的界面的话大概就做了这么多 可以看见和我们先前看到那个应用程序 界面的话已经几乎一模一样了 但是这个隔行变色怎么没有出来 sit o tl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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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 这一个帮助文档 应该是会生效的呀 难道是他的头文件没有加进来吗 再来运行一下 还是没有效果 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 接下来是写按钮 清除按钮他的朝暗数 这里就on btnclear 右键refactor 然后添加定义 这里呢我们是来清除模型里面的东西 而不是直接操作视图 首先呢 获取目前的行数 row count这么一个接口来获取它的行数 然后就是删除所有的行 再重新插入 这个呢就是清除内容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注意这里删除的话是从最后面开始删除 不能从0到最后一行 而是从最后一行 然后往前面上 这里呢 这里呢就是-r 然后 model 模型 remove 这样呢就将这一个模型里面所有的行 全部都删掉了 然后再来重新插入空行 这里呢还是用-r 小于等于 需不需要用等于 咱们待会测试一下这个边界值 然后给模型插入insert insert rule 咱们来测试一下这一个清除按钮有没有效果 他说这里的r为生命的标制服 怎么回事呢 这是两个不同的作用域 应该是这么来吧 其实换一个边流名也是比较简单的 也比较快 这里怎么会做这种提示呢 它的作用域目前应该是不会互相影响的 再来 还是不行 换一个变量吧 换一个名字 这里还是用肉 怎么会有这么诡异的事情 很抱歉这里有一个分号没看见我就说终于的话应该是 按道理说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它是在两个不同的作用域 ok现在来运行一下 我在这里输过 随随便输一串制服 然后清楚 但是哦还没有绑定 今天事物有点多 绑定一下 它的一个信号 single click 然后和我们的写的潮函数 绑定起来 最后来运行测试一下 但是好像每清楚一次就插入一行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就是这里插入行的时候把这个等号去掉边界值没做没有处理好 再来看一下 qt 右边呢也会显示qt 然后再来 说一个模型试图变成 模型试图变成没有问题 然后清楚也没有问题 这里呢就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两个试图绑定同一个模型 然后他们会出现这种神奇的效果 也说他们是显示同一份数据的 左边呢和右边显示同一份数据 然后再来最后再来处理一下没有变色 隔行变色这个效果为什么没有出来 来看一下 哦我这里是对他的黑的做了一个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他的黑的 我是说设置错了地方 然后不应该是对他的黑的进行设置 重来重新运行一下 现在呢左边的试图已经隔行变色了 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 这里呢就讲了一个关于q standarditemmodel和qtableview 它的一个小的应用程序 来让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模型试图变成 这一句话呢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